哈喽大家好,我是麦大叔,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战,来观战一下目前S1的小丑,对面的话,毛女舞女,这什么阵容,前锋先知,这套阵容有一说一,修的是很快,但是脆死脆了一点,你还真别说这套阵容打小丑啊,小丑还真不一定赢得了,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,我觉得小丑能保平,但是想要赢还不好说,上来遇到的是谁,前锋,那这边主要看一下前击抓到谁,你说前击抓个毛女吗,基本上吻平,真是,然后如果抓一个其他人的话,这边还得看,又追着前锋打,感觉,哎,前锋想顶一手,感觉他这个追着前锋打有点想不开啊,在外面毛女舞女的, 也就纯粹是开开进的嘛,我觉得这里看电机在哪里,然后来找人抓了,这边毛女舞女在一起,毛女先压一个脚步,舞女这边吸收一下火力,好,看见舞女,舞女,哎,这边巴音盒,翻,加速,一个震摄,震摄倒没打到,但是这边毛女舞女全在一起,那应该是有的赢了,前锋这边半状态,毛女拉开先知的鸟,这边是没来得及给上, 呃,要把前锋摸好,但是这边可以判断到,呃,大致的一个位置了,前锋半血,对吧,刚才的一个位置,大致的判断到,然后这边毛女王的一个方向走,走到了,其实可以看一下,如果有多余的推进器,可以拉一波推进器,往外逼一逼的,啊,可以往外逼一逼的, 镜头,给他毛女,毛女这边先修,点开一点开一台,嗯,虽然说烈是很烈吧,但这套阵容还能打一打,还能打一打,并不是没得打的,就中间断一波节奏,就有可能凭借着这个毛女,一个修机能力把电机补开的,啊,这边是先补一波状态, 然后慢慢打吧,这边前锋可以尝试来救一波,鸟得套给前锋,鸟得套给前锋,来,这边拉球,过来,没能撞上,哎,一刀救下来,前锋吃一波双挡,那这前锋火力全开了呀,火力全开,来,撞,没撞晕,哎呀,这波没撞晕,亏了,如果能撞晕,武女战能牵制一会儿的话呢, 还能玩一下,哎,武女这边压脚步,镜头给到武女,哎,给错了,镜头给到武女,哎,这边压脚步,好像找不到了,脚步这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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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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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看见吗,看见的好像是毛女,武女这边悄悄的一翻,走了,帅气啊,这个武女我有印象,她好像是目前国服帝, 第一的条香师,这波脚步压的真的非常的细腻,那先知这边的鸟的CD还差五秒钟,这个毛女应该是扛不太住了,扛不太住了,但也行,这波晃挂的话,给了穷者一口大气啊,首先前锋这边是可以给他摸起来,虽然吃了钻头可以摸起来,然后他跟两个人,跟武女两个人摸好,这个毛女卖掉的话,好像能够去,尝试打个平,尝试保个平, 有一说一,这波不是这个毛女,这个武女应该也是苟不住的,因为刚才我可以看到,就是因为有足迹,然后拉过来,是因为看到了毛女,他去追了毛女,这里先知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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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停鸟,走,武女被摸好,两个人,上挂飞的武女,上挂飞的武女,那这边武女往哪里走,往前走吗,往前走,要去救人, 能,能卡半救下来吗,感觉来不及啊,这边一个锯子,直接切传送了,不救了,快过来,我要需要帮助啊,半状态忙,半状态武女,能遛得多,这可是绑一小丑的锯, 呃,这个传送,保证了,这边挂飞武女,然后毛女上挂飞,还是开局的节奏太差了,这毛女跟武女,在,站一起,对吧,哎,这边进柜子了,找到, 我知道现在各位观众一定的说的就是,我觉得小丑打这套阵容,不一定好赢,那这种节奏呢,确实不太好打,但是, 这个主要是,这个主要是开局太厉啊,主要开局太厉,而且这种阵容其实,还比较少见的,还是,可以看一看的吧, 虽然说,他的这个胜率不高,但是呢,作为观众来讲的话,多看看,这种,对吧,比较罕见的阵容体系,也是一种,不错的享受,对不对,算了,说不下去了,就是, 主要是赌奶了,那怎么样呢,破罐子破摔,小丑厉害啊,对,我应该这样讲,这个关键,这个小丑厉害,对吧,上来,先拉了一个,推进去,打到了前锋, 然后呢,后来再过来,对吧,抓到了这边的武女,操作好,哎,这边,虽然说被换挂了,但是,哎,直接,闪现切传售, 啊,这小丑厉害,感谢大家收看,下期再见,拜拜